对啊,他是在向我们示威 我敢确定那个人就是杀害山河哥的凶手 为什么?我有证据 他是谁马上迎来大结局 虽然已经锁定了凶手是蒋广善和赵世杰 但很多细节之谜还没有解开 歌喉案是一人所为,还是团伙 碎尸案和歌喉案有什么关联 赵世杰和蒋广善都结在一起 绑架了聂小宇 目的很简单,拿捏聂宝华 赵世杰让聂宝华用项目换妹妹 聂宝华去跟赵世杰谈判 此时的魏国平也发现了重要线索 从蒋广善饭店的垃圾袋里 搜出了安眠片和录音机碎片 魏国平断定小宇就藏在饭店 被绑架了很多天的小宇 终于等来老头来救他 蒋广善仓皇之中逃跑 甚至故意撞飞了二哥 想打乱警察的追捕计划 宋哲追凶手魏国平送二哥去急救 还好魏国平返回的比较及时 不然宋哲也很难制服这个恶魔 魏国平一脚把他踹下了高架 衰晕的蒋广善被逮捕了 却不承认自己是割喉恶魔 只说受赵世杰的直视绑架小宇 八八年的人体组织跟他也对不上 魏国平等人确实很苦恼 没有确凿的证据他就是割喉恶魔 身体恢复过来的聂小宇 告诉顾开言他有证据 可以证明蒋广善就是杀山和哥的凶手 因为当年在废料场侵犯他的那个男人 肚皮上有一道很深的疤痕 八年前小宇不愿意说出真相 害怕是人的眼光 害怕被人指指点点 所以撒谎说自己没有被侵犯 如今小宇已经有勇气面对一切 他要为哥哥为二哥为山和哥报仇 魏国平只会心疼小宇 绝不会嫌弃他 一起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 欢迎评论转发关注下期见